我叫王云霞来自安徽农村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 然后我很少回家 因为那里没有很多值得留恋的地方 我和先生认识的时候是90年 先生是一位大厨 然后他工作也很辛苦 人很实在 我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房子 生活越来越好也感觉到很幸福 我马上就要上场了 我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 为我加油打气 谢谢 今年多大了 41岁了 孩子多大了 20岁了 目前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金融方面的做销售的 那你老公呢 我老公是一位大厨 他烧菜很好吃的 而且他是总厨 他是哪个厨艺学校毕业的 他不是科班的 他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到上海的时候只有16岁 洗碗工开始的 服务生也做过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加在一起只有三四百块钱 自己租住的房子只有八九平米 目前你们的生活状况大概是什么 现在我们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 虽然很小 但是我感觉到很幸福很温馨 因为是我们两个人用那个 那个时间的 用那个心情的劳动打造出来的 所以也感觉到很开心 那时候两个人的工作合起来三四百块钱 现在呢 现在大概放他有一百倍左右 是从零开始的 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 做得很好 只要他坚持 只要他努力 叫他实际地做都是会很好的 但是王云霞你是个非常有眼力 也非常幸福的一个女人 你找了这么一个好老公 对的 今天他陪你来了吗 他来了 他来了 他们都说你的眼光很好的 其实我们当时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他的钱 也没有看到他的房子 只是看到他人很好 就是这样子 好 今天给我们带来哪首歌呢 韩红的天空 韩红的天空 好 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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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还是那么寒暖 你还是那么寒 你还是那么寒 我还是那么寒 我很想看到你丈夫现在的表情 一定是像你刚刚在说他一样 充满的骄傲那种幸福的感觉 我很希望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听我唱一首完整的歌 我这首歌也是献给他的 其实我是非常感谢他的 我平时因为 我也许是 会用甜言蜜语来表达我的感谢 或者是喜欢 或者是爱 都是这样 我说话有的时候是比较强硬的 我也知道这一点 我也觉得对不起他 那你要不要就把握这次机会 我觉得你现在让我们感觉 你非常爱你的老公 非常以他为荣 要不要跟他说点话 今天恰巧是他的生日 其实我是想用这首歌来感谢他 他其实就是我的天空 是我的以前人 所以我也祝他生日快乐 太好了 老公来了对不对 来了 能不能上来啊 请我们大厨师 老公呢 来了 天心 你刚刚全程都有听到你老婆怎么说你吗 听到 听到 他平时会这样说你吗 平时不大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两个工作比较忙 大家平时对这个关心的比较少 今天在我爱人唱的时候呢 我特别感动 丁师傅 刚才你太太说了 你是她的天空 那么你的太太是你的什么 我太太是我的翅膀 这是我听到过的夫妻伴侣之间 对对方最好的形容和赞美 谢谢丁大厨 谢谢王云翔 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故事 这么美好的爱情 谢谢 下次尝我们大厨的菜 太好了 好的 一定 下次你们三位老师过来 一定要 一定要来 我请客 还是很好 对 你不说最后一句话 我们真还想下次去 你说完这最后一句话 我们想今天晚上就去 好的 为了避嫌我们不能去了 没关系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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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可以像你们一样 改变自己命运 男人给女人撑起一片天空的时候 这比什么礼物都重要 好 大哥 大姐 我们在这等你呢 这边请 你爸爸刚才说 你妈妈是他心目中的翅膀 那你在这片天空里又是什么呢 一朵银材 你们真的好幸福 接下来 要他来宣布你的分数 得了几十点三分 贡献献啊 快 他这边是隐指你要一群 你需要一个人的特别向好 付贡献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